2022赛季中超联赛的比赛直播 中超联赛第32轮的一场较量 黄泽队进行短击站给左侧传过来了 还有机会 网络员直接放产失误了 这就明显判断出了问题 先收到五点 摔倒了 马宁第一下没判再倒点球 连续两个产球看着都有问题 马宁第一下没吹 第二下判罚点球 在广东队可能用的就是这一下 其实我前面的这一下 可能未必是真的 更主要是后门上来的第二过 这一下已经有犯规嫌疑 第二下 看啊 他收回来的这一下啊 没问题 但是你已经收到罚球区里 你自己得知道 收到这个位置 你的目的是把球门先堵住 而不是说防的怎么不让他过你 他过你其实可以让他玩 马宁要 OK 点球成立啊 林杰 面对郭宣博 林杰助跑 右脚的大门 打了一个上脚啊 这样的话 比分在八分半的时候被改写 广州队取得一比零领先 林杰的点球打得非常脆 郭宣博说这个点球 他在这个出救的方案上选择的是压边 所以这点球真的就是重新硬件 打的质量真好 这估计好多看世界杯的球迷该说了 这世界杯怎么没有这个质量点球啊 压力不一样 这样的话 第一个 好球 那上面给他左侧 二次进攻的好机会 找张玉宁背身 坐过来了 段德志 左脚射门 扶出来 打不落 不 这就没气 他今年真是跟进球无缘 今天我也没看过他们训练 但是至少从比赛里面展现出来 他其实左脚是有一些特点的 对 他是是 但是真是踢不出来啊 这一下一下的 这么看的话 这个右后卫54号徐冬冬 他是有这个下底之后的这个特点 对 好球 打了一脚衡量 段德志的射门 段德志啊 段德志的衡量看看 下来之后二点停 抽了一脚 他这个球停了 看看脚球 高的投球 一比一平 出不来 他真是就是 他这个高球可能 可能是不太擅长 好像是严宇 这个球明显是脚球啊 战术有变化了 他知道你们这样 高空球你摘不了 就马就往天上 还真不是 他压根就没想出来 严宇也不是一个 个子特别高的球员啊 这球严宇这儿 贴得太远了 防他的是 75号张达池 但是这小伙子 跳得可够高的啊 对吧 送到高空 然后他进去里边乱战 前二点都有危险 段德志转身漂亮 你看他又来了 段德志左脚船中 打在立柱上 弹到了门将 张建志的身体上 他这个信心 现在有点问题了 已经 你看刚才选位啊 就明显想摘这个船中球 弹回来 他对接下来球啊 转身这一下 他是想出来断船中的 但是对方这一下 你不能说是可能是 不太可能是故意的 我觉得他就抽 往门前平抽一脚 但是抽的这个位置 正好是你和球门之间 咱们这场是广州队被逆转 万长江还是一比对领先 大连人 万长江进球的是陈宇浩 哎呦 张玉宁来了 得敢在前面抢啊 就是刚才咱们也在说啊 这广州队 他其实后场 年轻人脚底也没那么好 你只要抢 他可能就会出现失误 刚才这个球非常明显 就是他的三个中卫 在拿球的时候 国安突然把防线提上来之后 人了就剩四个人了 对吧 这种出球 你要不就踢远一些 你给自己背身接球队友 然后还把球传起来 这是失误啊 低级失误啊 这三个丢球都是失误导致的 田野达挺懂事啊 这球自己不打 想办法把防线往前提啊 他把球抢回来啊 是 好球张玉宁回座 这角球是打得很细腻的啊 也想找一个角度 这要给盘了 哎呦啊 这个怎么直接给红盘了 看看啊 丢球 哎呦他没收脚啊 这个给红盘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对对方的伤害真是 这个算是一个过分的力量啊 对 很容易就直接把脚啊 那个铲蛇了 这下 这样的话主赛办马宁 吹响了全场比赛 结束的哨音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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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